五直石干嘛呢 它作战半径400公里 如果再搭上了这个半潜船 先开出去 增加它的作战半径 覆盖全台湾全岛 我们要担心的是 五直石啊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 这条船是叫做多用船 基本上它设计的是救难船 人家船坏了 我沉下去 把你拖起来带回去 这是救难船 可是老公把它拿来多用途 你看它带武装直升机 这个是我最带的 因为台湾防卫作战里面 最有力量的部队 就是装甲旅跟机部里 装甲旅跟机部里最怕的 就是人家的武装直升机 因为你武装直升机 它带27枚这个飞弹 或者带16枚地狱火飞弹 就是专门打战车的 反战车飞弹16枚 它的精度很高 可以命中率超过90% 这个东西不是今天我讲 是波瀚战争里面已经证明 把人家搶个车 打个整条路上 说到航母编队 你如果说它来威胁台湾 那可不 我今天才跟我们编辑 小编在开玩笑说 这个摆出来台湾海峡都满了吧 但是接下来这个就有可能了 之前率将军有讲过 民间航母 什么叫民间航母呢 因为央视曝光了一张照片 来我们来看这边 这是巨型的半潜船 它干嘛呢 12345678 8架5直10 这个是4万吨级的自航式的半潜船 它可以部分的沉入水中 它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运潜艇还有驱逐舰 它也可以搭载 两栖装甲车跟登陆艇 这听起来是不是跟两岸作战 比较有关系呢 好接下来往下来看 5直10干嘛呢 它作战半径400公里 如果再搭上的这个半潜船 先开出去增加它的作战半径 覆盖全台湾全岛 还有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讲过这一艘船了 还记得吗 帮大家把印象拉回来 来看看旁边去年的照片 去年运的不是5直10 去年运的是欧洲野牛级的 大型气垫船 所以以这样来看 将军曾经说过嘛 我们要担心的是5直10啊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 这条船是叫做多用途 基本上它设计的是救难船 人家船坏了 我沉下去把你拖起来带回去 这是救难船 可是老公把它拿来多用途了 你看 它带武装直升机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因为台湾防卫作战里面 最有力量的部队 就是装甲旅跟机部旅 装甲旅跟机部旅 最怕的就是人家的武装直升机 因为你武装直升机 它带27枚这个飞弹 或者带16枚地域火飞弹 就是专门打战车的 反战车飞弹16枚 它的精度很高 可以命中率超过90% 这个东西不是今天我讲 是波安战争里面已经证明 把人家躺个车 打到整条路上都是 所以这个武装直升机 如果我们不能反制的话 我的反击部队的装甲旅 跟机部完全被钉死在地面上 这个时候就要靠刺针来解决它 这是第一个它的用途 武装直升机 因为武装直升机航程400公里 我学过武装直升机所有的准则 它接敌运动大概15到30分钟 就是我从出发到敌人区里面 要有半个钟头的油量 我在地面上打人家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密接支援我登陆部队 然后有半个小时回程 它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油量 那有这个船带到海峡中间 靠近我们的话 我就省油了 它省油了 它可以长期盯在这个地面上打 就是说它的登陆部队 一直天上有武装直升机资源 第二个 那个水牛两栖登陆舰很大 体积很大 一般的登陆艇装不进去 装不了几条 它怎么样你知道吧 它把船沉在水里面 那个气垫船就可以直接开到夹板 浮起来直接开过去 它可以装个两三辆 等到到了要用的地方 靠近台湾海峡 靠近我们岸边 它把船斜一下 一个一个就滑上去了 滑出去 把步兵带上去打完 它又回来 船又沉下去 它又可以接下 又可以下下一步 就可以循环使用 所以你说这条船是救难船 是标准的登陆作战用的 是 它用的很多 所以这个东西 你说它像航母 又不是航母 对不对 但是它的战力绝对不亚 在登陆作战来讲 它的战力超过航母 航母只能提供飞机炸 在国际法上 因为它没有武器 所以不算军舰 对 它是民用的 它是救难船 所以你看它不讲多用途 海上大型的工程都用得到 最大的用途是登陆作战 登陆作战的话 它的效果比航母强 航母艇都提个飞机嘛 对不对 它你看 武装直升机 无人机 两栖登陆艇 野牛是气垫船 你说想 它比那个四万吨的那个 那个两栖登陆舰的用途还要多 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智库发现的广州造船厂的新型军舰船 美国卫星看到了 它推测呢 这个宽阔的飞行甲板 大概是200公尺 宽40公尺 甲板的中部偏右 有主舰岛 然后呢 这个舰手的地方有个小舰岛 这到底是干嘛的呢 可以来安装雷达感测器 轻型航母吗 还是用来做两栖攻击舰 还是科考船呢 很神秘 您怎么看 在我们海军去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通常我们会第一个去看的 这个造船厂在这个国家 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所以我第一个去查它 这个是广传国际 它是这个1954年就造了 它为解放军的海军建造超过300艘 但是它大部分造的 早期有驱逐舰 综合补给舰 它的医疗船 和平方舟也是它造的 后来有造洞拐2 洞拐2A 以及洞拐3等等 对 都有这些 但是这艘船的甲板 你可以看得到非常方正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不是一个以前的传统的 洞拐2A 它是一个类似 洞拐5洞拐6 你去看洞拐6洞拐5 跟它非常相近 但是洞拐5洞拐6 从来没有在这个造船厂造过 以前都是在上海的 一个叫做中华造船厂 那这一次跑到这里来 所以说通常就是 就是它已经习惯造那个的 你突然怎么找一个 又找一个人去造 好像让人感觉 急我们希望能够更快一点 然后增加一个造船厂来造 这个在 当然对造船厂来讲 你给我一个图我就知道 但是通常来讲 什么船 什么造船厂造 就什么造船厂 那这次造的话 第一个我猜测 它不是科考船 它不是新型航母 它应该是两栖攻击舰 类似洞拐5洞拐6 非常相近 洞拐5 洞拐6也有两个舰桥 这个叫做什么舰塔 舰岛 所以应该是洞拐6 洞拐5的两栖攻击舰 为什么要跑到这来 好像感觉它比较急 还要多一点 那这跟福建舰有关系吗 基督是为了夺岛作战 就是两岸发生战争要用的 两栖登陆舰它对美国有用吗 对 对日本有用吗 对澳洲有用吗 它只有目标就是台湾 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 这个非常有违和力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5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黄性水嫩 轻松抚平纵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国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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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富山 国富山 人如今